好,上传SWF的教材 假设如果我们有以前 我们还蛮常用的Flash的一些档案 在我们新北市医学院上面要怎么操作 那首先 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这个Flash01是我们新北市买的 那个教学光碟 我们在我们系统使用刺跌印象挂载器挂载器 那你就看到这里 这动态元件跟动态选担 那我们看动态元件 好,时装区域人物 如果我们是SWF的档案 好,那这随便找一个 我们用火锅来开 好,这一个SWF是长这样 那我们怎么放到我们教材里面 我们的做法很简单 你只要怎么样 新增一个资源 那个资源叫档案 然后把SWF的档案 说明打一下 好,我这边简单只简单打一下 然后你把档案在这里 把它选上来 好,一样我们选择我们要的Flash 开启动态元件 虚位SWF 我们刚才的是哪一个档 好,90014这个档 回来 90014这个档 开启 上传 上传 上传完 我们直接储存返回课程 SWF的 SWF的就在这里 我们点进来 你就会发现 咦,我们系统非常强 自动帮你把网页做完了 也写完了 以前在要潜入SWF 你要写很多很多的原始码 现在我们不用 只要把档案上传上去 那你的教材就已经处理完毕